好,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 Leak Code的问题 今天Leak Code的问题是第834题 所谓的Sum of Distances in Tree 那他这边的题目确实是一个难题 这个不好解 他题目是说他给一个 一个无向的一个Tree 所以既然是Tree的话,假设他有N个节点 那当然就是说他的编号Label 他是从0到N-1 那当然H的个数当然也是N-1 这没有什么问题 他这边会给一个阵列 叫做AGES AGES 在I的值呢是AI到BI 基本上代表的就是这个边 就是节点AI跟BI之间是有H 好,在这个Tree里面 好,那重点是下面这句话 他要我们返回的答案 Answer 他长度也是N 然后原则上呢,他是要 Answer在I的值呢是 就是 呃,所有的和 怎么样的和呢 Distance跟 第一个节点 距离的和 跟其他所有距离的和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你每个I 从每个I开始 去算他所有距离的和 好,那我们看一下他相关的一个例题 好,那我们直接看他相关的例题 他第一个例题 这个第一个例题 如果你搞懂的话 大家就知道 可能知道 至少知道 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算 好,那他自己给的N是6 那 H 他就给 就跟上面 这个图 他重点是 你的Output 这个真理他是怎么算的呢 他这边就是说 假设你这边是从0 0这个节点 假设我们就把它当成root 好了 好 那你就去算他 跟其他节点的 距离的总和 好,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这边没有问题 这边当然就是 呃,0跟1当然是1嘛 这没有问题 好,0跟2 当然这也是1 0跟3 这也是2 0跟4也是2 0跟5也是2 所以将这些数字加起来 当然是8 好 那其他 的话 那再来的话 你就是1 1这个节点为root 好 分别再去做 类似的一个计算 好 当然 当然 我们从这边就发现 其实你就可以找到一 一种解法 好 当然这样的解法 他可能 就会超过时间 好 因为他这是一个难题 他其实 对时间的一个要求 是蛮 严格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 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就只有一个节点 一个节点他当然是 不可能有变的 好 所以我们这个答案当然很清楚 啊 啊 他的和当然就是0 啊 好 再来的话 这边也是 比较简单 例子 2 所以他只有一个边 所以这边当然 这里当然距离 当然就是 分别都是1 好 这当然 没有什么问题 好 这边的 他的constraints 好 我们稍微留意一下 这边当然在解题上是蛮重要的 呃 他的n 可以很大 他可以到3万 好 如果说我们 每个节点都重新这样去计算的话 所以3万的平方 就会变成9亿 9亿有可能 啊 就有可能 啊 就以那样的方式就是 n平方的一个计算复杂度 这就有可能会 超过他的时间 好 那当然 edge的个数这没有问题 n-1 啊 嗯 然后每个edge上的 length当然是2 好 两个节点 好 这个也没有问题 好 那他AI跟BI之间是不会相同的 那他所给的他确实是一个tree 好 这是有关于他的一个立体 以及他constrained上面的一个说明 好 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的 解 解这个题的一个 一个想法 啊 基本上我们是透过 relude dp 啊 关键字 啊 啊 来讲这个技巧 啊 用来解这个题目 其实是蛮好的 好 那我们刚刚有讲啊 好我们刚谈到立体E的时候 我们如果是照立体E刚刚讲的 每个节点啊 都当成root 然后每次都去 啊 咨询DFS 这样一个搜寻 那我们当然是可以得解 啊 但他的 他的解是平方时间 好 那有可能就 tl1 好 如果时间就超过 好 所以 这样解法不行 所以 我们解法必须要采用 relude dp 好 那所以我们的解法 大概就是 呃 先用 一般的DFS呢 先跑一遍 然后我们去 这个时候一开始 当然 嗯 根据我们的一个撰写 呃 是一开始 root是0 啊 0那个节点开始 然后你去计算 好 计算什么 你要计算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当然是计算 他的那个 呃 sum of distance in tree 啊 其实我们 我们这边一开始 当然 算的话 当然是一开始 是 root是0 好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 他这些subtree 上的 呃 个数 好 那节点的个数 好 好 你的 呃 i呢 是当成root 好 然后呢 我们在 透过 Root 的这样一个程序 好 那我们就针对 每一个 啊 这样的一个 呃 tree 啊 更改他的一个root 然后基本上呢 他这样一个方式呢 他也是DFS的一个 一个procedure 好 那我们看看我们大概是怎么进行的 嗯 所以我们 基本上我们的一个步骤 好 我们步骤大概第一步 当然是先将 adjunction list 先建立 好 就跟一般解图论的 呃 基本的 呃 呃 一般的做法之一致的 好 在这边我们去定个 呃 DFS0 好 我们自己的0 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的 呃 跟节点是从0开始 好 那我们当然 这边呢 我们会有sum 那我们在这一步的sum 他所代表的意义呢 是在 2 1 我们的 根 最最上面 真的整颗数的跟节点是0 但是他subtree呢 我们是可以从di开始 啊 啊 subtree从 root是等于i开始的所有距离的和 啊 所以我们第一步 可以这个是可以计算 什么没有问题 啊 然后同时也可以去计算 这样的subtree 他的一个size 这也没有问题 啊 这样的一个时间也是 线性时间 好 那第三步呢 当然就是 就是 比较重要就是 reloot 的过程 那我们就要根据 每一个节点啊 把它当成跟节点 让他 我们这边当然不是重算 我们基本上呢 我们是透过这样一个公式 透过这样一个公式 我们其实我们就可以 啊 在线性时间我们就可以这样算出来 那这样的公式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其实可以大概 这边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啊 假设我们 在这边我们计算到 di的节点啊 这个时候假设他是 目前的root 所以我们sum of i 这个当然也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想要去计算的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 节点呢 我们要把它 跟动 我们要换成是j 换成是j的话 我们要做 怎么样的考虑呢 那 所以 在原先这边啊 在这个右边这边 他的那个 跟他的节点呢 所有的distance 全部都会-1 那在这个部分 在这部分我们知道 在这部分我们知道 他总共的个数是cnt of j 好 那 哪边要增加呢 在另外一个部分需要增加 这部分的个数 点的个数 就是n 减掉 cnt of j 好 所以这边是一加一减的过程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这边就把它减掉 减掉这边 然后再加上左边这里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公式啊 我们来 做我们的 所谓 route 这样一个程序 好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大概 透过这样程序 我们 当中的一个 针对立体E的一个解答的一个过程 所以根据 这样的 这个是立体E的 所以我们先跑我们DF DFS0 所以我们当然去计算他的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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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相关的每个指数的 它的那个size 好 我们用CMT来表示 所以这个是 算完一次它就固定 所以这个就不会跟动 那同时呢我们用上 这样一个阵列呢 去计算 它是以0 为根的它的那个每个指数的那个distance 和 那我们可以发现啊 实际上 当它在 是夜节点的部分 这边都是0 好 这边都是0 好 然后我们再透过 刚刚所说过的 Root的一个程序 然后基本上应该就可以把 这样的一个答案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好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看 呃我们实作的一个程式的部分 好 所以程式部分 我们在这边我们都把 我们的adjunction list 还有我们的sum 还有CMT 好 我们都有先把它 呃 宣告成为 呃 呃 应该来讲就是它的 member 啊 member variable 好 所以我们这边就 去 去 如同一般针对的 图论问题 我们需要这样建立它的 adjunction list 好 所以我们这个 adj 我们先这样resize 然后整个 edges 回圈整个跑一遍 因为它是无向的 好 所以我们这边的v adj 在v这边 他当然要push w adj 在w这边也要push v 这是一般的蛮标准的 一个做法 好 接下来我们看 就是我们的dfs link 这个部分 那我们这里面主要是有两个 丢进来是有两个变数 他的参数 当然第一个当然就是他目前节点的 一个 啊 i 另外是他的所谓的parent 啊 parent的话我们的预设是-1 啊 如果说你从0开始的话 那当然当然他是没有parent 好 所以我们就 去看他的adjunction list 啊 他里面的 只要是他j 就是他的所谓的child 啊 啊 如果 j是等于他的parent 当然我们就 就continue 然后我们透过地回的方式去呼叫 啊 那这个时候他的参数 当然 第一个参数当然就by z 第二个参数部分呢 也就是他parent部分就是改成i 啊 这个当然是 啊 合乎逻辑 啊 然后cnt的部分 啊 因为我们这边要去计算 cnt在i的值 当然就把把cnt在z的值把他加进来 那我们一开始当然就是 呃 每个cnt的值都是1 啊 所以这个在在 呃 初始化的时候 你当然一开始啊 整个先初始化为1 然后sum在i的值 当然就是 把 sum在z的值跟cnt在z的值把它加进来 好 基本上加进来这个 算出来的 目前来讲 当然是指的是subtree 啊 subtree的部分 好 好 接下来我们看 啊 而reroot的部分 基本上呢 也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 蛮重 蛮关键的 当然你这 这里当然也是 透过我们的adjunction list 啊 整个去跑 啊 那我们讲到我们目前的跟节点 呃 是i 然后 我们要把它 换成z嘛 啊 那换成z的时候 所以 你这个sum of z呢 你就要带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公式 啊 这边当然是已经 啊 带上这个公式 然后 透过这样地毁的方式 就是 基本上它就可以算出来 好 那因为我们附带要说的 就是说 在这边因为我们都有设 呃 所谓的 parent 这样的一个 参数 啊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其实 呃 就可以避免它重复的一个走法 好 好 那 所以在我们整个 实作的过程当中 当然第一步 当然是 先 建立我们的johnson list 好 然后我们这边当然我们将 sum 跟cnt 我们做初始化 啊 在cnt 初始化的过程当中 记得 啊 所有节点的持组一开始都是1 好 然后我们这边 dfs0 啊 从0开始 然后 这边再 reroot 好 最后应该我们的答案 就是sum 这是我们在lickle 啊 实作的一个情形 那在这里当然 当然我们是刚刚 呃 都都已经提过了 好 所以在这边我们是 加上了一个 print 啊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方法 基本上我们可以把 我们所要 所想要的一些 呃 当中的一个 过程啊 将它 能够啊 定出来 好 那我们就先 将这 三个例子啊 整个让它自行变 那看看它 当中的一个过程 好 这边拉上来一点 好 所以在我们第一个例子 啊 这边当然 CNT的计算 啊 没有问题 一开始当然是 root 0 会开始 它所计算出来的sum 好 然后 再透过 relude 它才会把真正的答案 把它算出来 好 另外一个 Case 2 也是一样 Case 3 好 好 目前我们就先 谈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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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